大選進入最後倒數一週 高雄市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李梅珍 邀請國民黨大咖助政 除了連勝文、講萬安 當然還有我們最熟悉的那個男人 李梅珍出生於高雄左營 是現任高雄市議員 這次掃接經過家鄉 每條路上都有民眾拿國旗替他加油打氣 李梅珍提出三項重要政見 他希望青年不上戰場 有安全穩定的環境 才可以對成地方的發展 推動老人小孩國家養 5歲以下送公立托嬰 育幼員免學費 65歲上的獎者排富後 政府將全額支付健保費 而大家最在意的居住正義他也沒忘記 他有感左南地區地價飆漲 年輕人買不起房 承諾將會爭取更多社會和青年住宅 減輕大家的負擔 讓左南相關而行是李梅珍的競選訴求 他感受到民心思辨 期待透過和平、繁榮、幸福三光 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韓國瑜浮選時也掛保證說 從民眾的反應 左南地區真的會翻盤